今天日期 那预设是没有 任何的工作 如果我今天呢 要帮那个老板排程 或者帮哪个工程师 或者帮 帮哪个主管 做 这个行程安排 那就可以用这个来做 那比如说呢输入 当然名称部分的话 可以有预设一些 比如说我的课程 比如说VBA 这边 延续了几天 你这边也可以添书 或者自己自行输入上去 假设这个地方颜色7天 按一个输入 按输入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呢 就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们安排一个什么 自动怎么样 产生一个编号 然后产生名称 产生起始跟结束 并且把这边的 地方画出一个那个 就是有底色 我底色我这边用彩色 但你可以用单一个颜色 比如说一个区块就红色 然后下个区块 可能换个颜色 诸如此类的 那另外的话呢 当我输入完毕之后 这边的 日期有没有 因为我这边有 结束日期 那结束日期的话呢 自动加一之后 就会是这个日期 这个地方是因为 你不可能说 重叠 你这个 假设你这个时间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